大家好 今天来到八大道这边过来逛一下 今天是星期五嘛 现在是三点多了 等一下我也回家了 现在就过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 这边买点什么东西回家吧 当然这边吃的东西是非常的多 便宜的就买一些 我一般去唐人街的话 去曼哈顿唐人街吧 如果去那边回家的时候 都会过去买点水果嘛 也有一些水果比较便宜 唐人街那边 那边白地摊那边嘛 有的水果是非常的廉价 这边的话可能就不一定 这边的话 我有一次嘛 我记得有一次我买水果 大概买了快要一百多了 超过了一百块钱嘛 这个是什么海南鸡 海南鸡饭吧 他写的海南鸡鸡 海南鸡鸡大概也做这个海南鸡饭吧 对面是那个越南餐厅嘛 海南粉 海南粉的话 其实还不错嘛 这个是那个红苹果嘛 四菜一汤 这个时候三点嘛 三点这个时候 早上那一波 他十一点开门那一波你过来 过来这个菜是最新鲜的嘛 晚上的就太晚了就不好了 湖州炒饭嘛 炒饭八块五毛 四菜一汤现在八块钱嘛 整体的话就是不超过十块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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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刚才就是今天出去上班 就一直坐在车上嘛 坐在人都坐那个 我不喜欢一直坐在车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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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是那个耶和华以乐 这个可能是新那个基督教的吧 这一家茶坝的话也开了很久了 我以前也有过来 经常过来买 经常过来吃嘛 这个卖服装的嘛 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是不敢吃东西 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吃太多东西吧 吃太多东西的话就是 呃 不舒服 而且对那个健康也不好 我们在四十九街嘛 对面的话有空地嘛 估计也要建那些什么豪华公寓之类的嘛 或者建那些商业楼嘛 高一些 不像现在这种 这种的话 这种都两三层的这种 他估计要建很高的 这样子这个资产就防备了嘛 过来逛一下看看有什么 这边的话就是喜欢吃海鲜的可以过来买海鲜 这边 五十几街五十五十七五十八那边卖很多卖海鲜的 这个便利店 这个便利店 信心事务所 这个路级啊 移民路级 这边是四十九一一嘛 我们在就是四十四十九嘛 他这个号码就是跟这个街道 跟着街道走嘛 这个红烧牛肉物 他吃的东西还是非常的多 这个鸡豆汉堡 五块五毛 今天是周五嘛 买二送一 真饼果子 他这一家还搞活动 今天是周五嘛 周五买两个送一个 只限这个现金 这个叫茶宝 我们就是步行嘛 一个小时 就是 不是很快的 就是一般步行一个小时 大概消耗大概是两三百个卡路里 一个汉堡 基本上你就全部还回去了 这家店的话 他要改行 清仓 清仓 改行 加茶小时 还记住 哎呀 我在那个我手太小了 那一个 布鲁克林 布鲁伦 华人协会 自行车 自行车还卖自行车 一般来说嘛 我们慢跑嘛 或者大概一个小时 消耗是大概五六百个卡路里 一个汉堡的话可能要接近四五百卡路里 减肥的话还是就是说那个健就是少吃点 我今天就反正就吃了两个鸡蛋嘛 两个鸡蛋一个那个馒头嘛 现在三点了就是肚子也有一点饿 但是往上的回去再吃嘛 他现在最多这边的话其实卖汉堡的 这个我们华人开的汉堡店嘛 这种最多的 这个这种汉堡六块两毛五 这个炸鸡嘛 炸鸡就是童子鸡十二块 这很多现在 他好像就是有人开一家了之后大家会模仿 就是 以前这边好像卖奶茶的那个珍珠奶茶也不多嘛 后来有人开了他就会有很多人 接着开嘛 现在卖汉堡也是这样子 有人开卖汉堡了就很多人开 现在我们就是在电台上嘛 看电台就是经常都是就是做这些广告 地压什么的或者说那个信托嘛 经常听到 这个对面这个卖平价吧 百货平 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区停车一个小时两块 两个小时就是五块钱嘛 以前的时候好像很便宜的以前我也忘记了好像以前以前 非常便宜的 非常便宜 他这种一个店铺嘛 大家就是一起分租嘛 租金就是太贵了 这家也是卖汉堡的汉堡炸鸡 应该也是刚开门的 云南风味在这里 五十二街这边 五十二街这边 啊这个还录这个还得奖 这家我倒是一次都没吃过 有买过外卖吗 我自己没有吃吧 啊这个 这个 看饼鸽 今天就用手机拍这个我那个相机没有带 今天本来本来没有打算过来拍的 刚才就是接单嘛 就是接了一单45分钟以上的被客人给取消掉了 而且不过这个客人的评分也很低 他如果没有取消那我就接接完这单我也差不多就下班了嘛 然后来就是 也没有发那个45分钟的单以上的单嘛 我就不接了就过来了 过来就拍点视频啊 赚赚点钱 这个区域的话现在就是 很多台商人住在这边 广西的也很多 当然这个区域的话福建人最多的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个 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可能在那个外州上班或者开店嘛做生意嘛 赚到钱呢房子就买在附近嘛 或者有的在家庭 家庭嘛在这边嘛 然后在外州上班嘛 偶尔就回来一次了 那那那滚烫 那那滚烫 那那滚烫 最近就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就是华人的这种 你叫他街友也好 或者怎么叫他 变得越来越多 以前都没见过 你觉得那个现在这个执政党做的好不好 我是觉得做得非常的烂 你现在去那个 曼哈顿那边时代广场那边就是 那边那边很多黑帮啊 就是委内瑞拉来的那些黑帮嘛 有的都很年轻的 有的人他支持他 因为他说他现在是个女性嘛 想要女性 第一位女性当那个总统 有的人 因为他是那个 跟他皮肤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理由嘛 其他的他就不管这么多 我讨我的 一般现在把地毯的都应该都回家了嘛 把地毯的应该都是早上出来 不知不觉又到星期五了 这一周又要过去了 这个离那个选举越来越近 这边的话平常是很多人摆地摊的 可能都收工了还是说会抓 因为有的时候警察也过来抓 喜欢喝茶的 这个就是可以过来 五十五街八大道这边 就是喝早茶的 这家是功夫茶 它是开好久的 好像开十几年的吧 这是超爸 这种车的话挺不错的 它这种车唯一的缺点就是废油 但是这种车的话 我们在路上看到很旧的 开十几二十年的都有 这种就是非常的废油 也是雷克萨斯RX这种 这种车也是非常质量 也是非常的好 跟这个Akura 欧哥这个MDX 也是质量都不错 经常就是在路上看到一些旧款的 旧款的那种 都开了好久 十几年都有 对面就是卖海鲜的吧 这边好几家卖海鲜的 这一家叫一百收 是购一些百货的 比较高端一些 这个叫蜜斯特烧烤的 五十三街那边也有 也有做麻辣 麻辣汤蜜 台湾原书籍的 这里只是我们 汤林街嘛 这边只能代表汤林街 真正纽约 要去一些黄华的地段 要去曼哈顿 就是我们俗称的市中心嘛 这边也不算一个市中心嘛 当然这边的话 它在我们这边附近的区 来说这个地方算 非常能流量非常的大 但是你要去那些高楼大厦 博天大楼 那当然肯定要去曼哈顿了 这边坐地铁过去 大概二十三十分钟肯定到了 就是 就是先到那个 阿哈顿的金融中心嘛 华尔街那边嘛 来 阿姨给我一个饮料你先 OK 我喝了 喝了 再见 再见 阿姨先 华尔街要拿东西 一念到你就来了 哦 这两块了 你也有点好钱 这钱要干吗 这钱要干吗 你放过去 鱼十二块九毛九吧 阿德加勒 来 爸爸 卖螃蟹的真的是非常的多 这个时候肯定都是下班了 这个时候快要四点了现在 现在就是这个手机这个 摄像头这个方面很发达嘛 我每个人都可以拍一段视频啊什么的 以前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发达 就是二十年前我们这一边就是 有没有这个当年拍的视频可能都 不确定有没有了 以前我看过一个很旧的一个视频就是在法拉圣那边 很旧很旧大概拍了三十年前的 这一边八道找到这边应该很少 为什么因为 大家都很忙嘛 这个拍这个东西 没有人很少能去拍这个 这个台商风味的话是卖那些 豆腐花之类的 长粉长粉豆腐花之类的东西 高晋腾演唱会11月23号 10点晚上的10点 这个在大西洋嘛 在一个是一个赌场来的 应该是那个感恩节那个时候 然后张亮也是 中盛的话这个就是在我们布鲁克林这一边 这边开车过去大概可能二三十分钟 因为那边的话有的时候比较多 那这个其他的这两个 这两个可能要开过去两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可能都有 现在等一下可能就买点甘蔗回去 买点甘蔗甘蔗回去 一条六块九块都有 三条十块 九块这种质量就好一点 一分钱一分货 农年的话现在就八块钱一半 八十六的话五块钱一半 对面的话都是卖海鲜的嘛 这边经常有人就是传那个那个叫你去教会 我有一次问他说为什么要去教会 我过得挺不错的 然后他又说要去信耶稣啊 信耶稣是怎么得永生 我说 跟他就是就是问他嘛 有一次在探探街的时候 今天就不像昨天那么冷了 今天天气回暖很多 他们都是两个人两个人嘛 两个人两个人叫你去什么 加会啊什么的 看一下他的菜单嘛 菜单的话这个是九块五毛 九块五毛十块五毛 加上税的话可能要那个十块十块 十一块呀什么的 逐料逐料60分钟35块 这家是那个老虎汤嘛 之前在法拉森那边 排队排的非常的长 它应该也开了好几年了 在这边开了好几年了 也是这种超霸 跟那个 这个叫霸道 跟普拉多那个一个平台的 还有就是雷克萨斯GX460那一块 同一个平台做的 今天它这边就没有怎么摆摊了 应该都下班了 也有可能这边有太阳嘛 它在那个斜队面那边摆 那好吧 我们这一集先拍到这里了 拜拜了 by bwd6